吉安湘110年度的乡长杯泰鲁阁族传统射箭比赛2号上午盛大举行 这一次参赛选手遍布花东地区 从国中组到社会组都有 很多头目也都组队报名参加 场面很热闹 不过大会还是要求选手们都必须遵守防疫规定 一定要戴好口罩 族人们戴起口罩拉满弓箭 瞄准着野猪剑靶精准命中 为了传承发扬泰鲁阁族的文化机遇 吉安湘公所连续第16年举办了乡长杯泰鲁阁族传统射箭比赛 2号上午在快乐农场盛大举行 这一次参赛选手遍布花东地区 国中生到社会组都有 一共吸引了300人报名参赛 还有很多头目也都亲自上场一较高下 我们相信乡长杯的射箭比赛是大家所期待的 在疫情渐缓之后 我们要展开的是我们运动快乐乐火 尤其是文化的传承 在我们部落的记忆的延伸 每一个弓箭都是他们手中 自己来作为制造 来作为一个装置的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我们希望借由德鲁古乡长杯的射箭比赛 来邀约临近的我们的乡镇市的好朋友 一起来进行比赛 同时也让我们在德鲁古的文化记忆传统 从手座的弓箭 从射箭 从我们的老幼的共融得到亲子的快乐 这是我们一定要来做执行的服务工作 场面很热闹 但受疫情的影响 大会也不忘要求选手们务必遵守防疫规则 佩戴口罩 要提供选手们无虑的静在环境 乡长游淑珍表示 希望可以借由射箭比赛切磋技术 增进族群交流 还有互动机会 并且在获得族人的认同之下 进一步达到文化圣根的目的 这是你情节响相报道